來關心波羅的海的兩條關鍵海底電纜 近日疑似遭到中國護船損壞 對此德國 瑞典 芬蘭和立陶宛 正在對事件進行調查 德國中二證實 波羅的海兩條連接 歐洲關鍵基礎設施的海底電纜 近日遭到連續破壞 並懷疑是俄羅斯混合戰的一部分 被切斷的一條海底電纜 經由德國連接芬蘭與歐洲大陸 全長近1200公里 事故導致部分數據傳輸一度中斷 據專業人士評估 海纜斷裂很可能是脫網漁船 或者船帽等外力作用所為 另一條受損電纜 連接立陶宛與瑞典戈特蘭島 斷裂造成兩地互聯線路全部癱瘓 索性沒有受到永久性損壞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發生海纜斷裂事故的當口 一艘數日前從俄羅斯烏斯紀錄加港出發的 中國貨船伊蓬三號 恰好經過電纜附近海域 丹麥海軍隨即派出軍艦 對伊蓬三號進行密切跟蹤 目前德國、瑞典、芬蘭和立陶宛 正在對海纜斷裂事故進行調查 一年前就曾發生中國貨櫃船損壞芬蘭與愛沙尼亞之間天然氣管線的事件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靜綜合報導